出轨了你还好意思在这儿里求复婚 我没有出轨 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说他可以说 但你没资格说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说我 你怎么会有资格了 你跟第三者你有什么资格来说 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走走走 我什么种人 你把话不说清楚 我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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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这个女人婚内出轨 不惜抛妇妻子也要离婚 如今听说前夫即将再婚 却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并且提出要和前夫复婚 成为一位好母亲 前夫又怎会放心 将孩子交给他 甚至在前妻的眼中 他婚内出轨的行为 都是前夫逼的 还不是被你逼的真的 就那段时间 我们俩是什么状态 你们根本就没办法 我逼你出轨吗 好好好 但凡能正常沟通 你稍微能关心我一下 我也不至于这样 真的 我我我逼你去 这不是我的原因 这是你的原因 我逼你去触碰人性的底线 那就是你逼的呀 你要但凡多关心我一点 我就不至于会这样啊 前夫王先生 怎么也想不到 这才离婚一年多 前妻李女士 面对自己出轨的事实 竟可以如此狡辩 不仅如此 李女士竟还有脸站出来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咱俩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不要抚养权 那个时候我找过你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我找过你说 我说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孩子还太小 两岁 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你 要不咱们俩复婚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我怎么现在这个时候提出吗 你让我说出来吗 我去求你复婚的时候 你怎么跟我说的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多远滚 回想起往昔 前妻那冷漠如冰的态度 仍历历在目 如今 面对前妻突如其来的诉求 王先生心中并未涌起一丝旧日的温情 反而是怒火中烧 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挣脱了那段人生的阴霾 决心迈向新的生活篇章 然而 前妻的突然介入 似乎要将这一切美好打破 这让他感到极度反感 想当初 是王先生的前妻先选择离开 抛下了他和孩子 此刻 他的诉求在王先生看来 就是无理取闹 那究竟是李女士要求过分 还是王先生变得铁石心肠了 就在王先生接下来的叙述中 似乎给出了答案 我跟他结婚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私心 我本身 本身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他是大城市的户口 家境又比较富裕 比较殷实 我就想吧 找一个城市里的姑娘 能结婚了 在这个城市里能待得下去 也能比较好的立足 原来王先生的成长环境十分凄惨 他来自农村 自幼父母双亡 被哥嫂抚养长大 然而 他并没有被命运束缚 而是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与拼搏 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成为了一名收入丰厚的知识分子 后来 他遇到了出身于城市的李女士 两人情投意合 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王先生深知妻子家境优渥 因此 他总是竭尽全力 满足他的各种需求 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来回报他对自己的爱 婚后 李女士并不愿意外出辛苦工作 王先生也从未有过怨言 于是他独自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然而 令王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结婚之后 李女士却经常拿自己的绅士说事 刺激王先生 我出身不好 他就老是拿这个话来赐我 哎呦这个 我是 我是我 那是我为了激励 你好好工作好吗 我哥和我嫂子把我养大 跟我上大学 他也有我的责任 好我听到了 李女士 激励 激励 你怎么看 我哥和嫂子供我上大学 让我现在有现在的生活 我很感激他们 我每逢过节过年 我肯定是要带东西去看他们 这没有错吧 常言道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此话对于王先生而言 更是深有感触 他的哥嫂不仅一手将他抚养长大 还供他上学 祝他成家立业 这份恩情 王先生铭记在心 感激不尽 因此 逢年过节 他都会回到哥嫂身边 尽己所能去孝敬他们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他对亲情的珍视与回惠 然而 对于李女士来说 他对此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不仅反对王先生 对他的哥嫂表达关心和孝敬 更是时常言语中流露出 对他们的怨念和侮辱 我哥和我嫂子跟我上大学 让我现在有现在的生活 我很感激他们 我每逢过节过年 我肯定是要带东西去看他们 这没有错吧 你还说什么 说我哥和我嫂子 要靠我发家致富 本来就是 你怎么能来包个多少红包 还过吗 你拿过多少东西还过吗 他来我们家看过吗 总共加到一块 不到两千块钱 这能让他家发家致富吗 快不发家致富了 你哥哥嫂子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他们把我带大 供我上大学 我对他们的感激不行 我表达一下不行啊 我好 就像你说的 我的穷亲戚 我的穷亲戚 不要再来往 配不上你的身份 拉你的面子了 是不是 他再是穷亲戚 他也是我哥和我嫂子 他们每次来家都空手来 吃完喝完弄对垃圾之后 也不说带头就走 那应该 为什么应该 凭什么应该 我欠他们 面对如此蛮横不讲理的李女士 王先生真的是又好气 又好笑 他甚至不知道 到底还要做到什么地步 才会赢得李女士的尊重和理解 他经常说我对他不好 我对他好不好 其实说句实在话 如果我放假在家 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做的 饭也是我做的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做的很到位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 他刚生孩子那段时间 孩子很小的时候 晚上半夜孩子要吃奶 半夜孩子饿了 我为了让他睡个整觉 每天我工作那么晚 回来以后 我半夜三点钟起来 我喂孩子 就为了让他睡个整觉 每天 我试问有多少男人能做 王先生心中的不满日益累积 尤其对于妻子李女士在家的表现 更是让他感到无比失望 原本以为妻子能够在家中 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然而现实却是 他连这最基本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李女士似乎认为 将孩子生下来就是大功告成了 至于后续的照顾和教育 他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李女士在家中不仅不会做饭 甚至连基本的家务都不愿动手 而李女士的这种行为 无疑是在将他们的婚姻 慢慢推向悬崖边缘 回到家啊 我不在家 你给你点外卖吃 我不点外卖怎么办啊 那我从小到大我也不会做饭啊 你给小孩做饭不做饭 我家有饭你怎么不给我找保姆啊 找保姆 那我不会做饭怪谁啊 找保姆谁花钱啊 找保姆谁花钱啊 你花钱 面对李女士的种种行为 王先生深感痛心与失望 他内心深处不由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感受 他真的不配做一个母亲 每当他想到自己在外辛勤劳作时 李女士却在家里忽视孩子的成长与需求 他的心就如同被挣扎一般 因此在两人离婚时 王先生坚决地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他深知这是对孩子最好的保障 有一次就是我晚我就是我晚去接欣欣了 我就给这个幼儿园打电话 然后幼儿园幼儿园已经关门了 然后我有这个小柔的这个微信 你为什么有小柔的微信 这个因为我有小柔的微信啊 我跟小柔就联系了一下 小柔说啊 他把他把这个 让欣欣带到家里头了 给欣欣做点饭吃 我就觉得 小柔这个人真的 心里特别善良 第一次我们是在楼下 我把我把我把欣欣接走了 然后跟小柔聊了一会儿 然后然后我问欣欣喜欢小柔老师吗 他说他很喜欢小柔老师 所以说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有一种触动 自从王先生与李女士的婚姻结束以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邂逅了女儿幼儿园的老师小柔 这位女士不仅细心周到 更是体贴入微 与王先生心中前妻的飞扬跋扈的形象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与小柔的接触中 王先生逐渐意识到 并非所有女性都如前妻那般难以相处 于是他的心底开始萌生出一种渴望 希望能找到一个有责任心 并且能够与自己携手 共同照顾女儿的女人 跟小柔的相处当中 我发现孩子能从小柔那里 得到一些等同一母亲的爱 他也很开心 他也很喜欢小柔老师 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给孩子找一个 能够给他提供母爱的人 听闻前夫对那位小柔老师赞不绝口 更得知自己的女儿也对他青睐有加 离女士的情绪瞬间变得波涛汹涌 内心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气氛 他甚至开始怀疑 这一切都是那个小柔老师精心策划的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他的家庭 夺走他的幸福 两人在台上唇枪舌剑 争执不休 气氛愈发紧张 就在此时 主持人突然提议让那位小柔老师上台 此言一出 李女士顿时怒火中烧 情绪失控 紧接着 台上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李女士别着急 你要知道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再录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永远 说这个舞台上 我这个 我录不成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我们教练怎么回事啊 别进去 给我下去 随着幼儿园老师的上台 李女士瞬间失去了理智 就像她来到这里 完全不是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而更像是来捍卫自己婚姻正式的地位 在现场所有人看起来 李女士来这里 要孩子的抚养权只是个幌子 来破坏前夫和这位老师的姻缘 才是真的 而接下来 王先生女友小柔的一段话 算是彻底揭露了李女士的本性 出轨了 你还好意思在这里求复婚 我没有出轨 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说他可以说 但你没资格说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说我 你怎么有资格了 你一个第三者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 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走走走 我什么种人 你把话不说清楚 我什么人 你什么人 我是垃圾人 你什么人 面对李女士如此激动的情绪 王先生却一边拉着女友小柔走下台 一边大骂李女士为垃圾人 现场间把弩张的气氛一度让在场的嘉宾摸不着头脑 而此时 王先生却无比恼怒的揭发了前妻曾经出轨的过往 你现在在求复合 求复合你要知道 你要你要你要疗愈他的伤 你要知道他心里最纠结的是什么 因为他踩了红线 踩了红线 他踩了我的底线 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 是 所以你们离婚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点 你刚才一直不说的也是这个 什么事 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 起水打水 我真的不想 见自己的前妻还在那里侃侃而谈 王先生也放下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直接把李女士婚内 做过对自己不忠的事情讲了出来 这让李女士感到非常的尴尬和不安 竟又开始为自己辩解起来 主持人事实上 就是那段时间我承认我状态也不好 这样他不停的下班不停的下班 其实我内心 我承认的确是有很多东西 我跟他那段时间已经处在一种 就没办法沟通的状态 我 那你就可以这样了 是什么 听到李女士的辩解之词 再一次震碎三观 显然王先生对这一说法根本不买账 甚至王先生直接在节目中 爆出自己差点捉奸的经过 我在家的工章我忘了拿 中途我回家拿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门锁上 我怎么都打不开 反锁了 反锁的 后来我一直敲 看到了什么 我一直敲门 后来他开门了 不是这件事情 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 你当时跟我说的是 你在跟你的朋友在聊天 真的 我说你在家里聊天至于锁门吗 可能吗 我真的只那段时间心情不好 就朋友之间聊聊天 可能又喝了点酒 但是我们真的什么都 没有到那么地步你知道吗 我是心里有数的 直到此时 李女士仍旧死咬着自己并没有出轨 并指责是因为前夫对自己过于疏忽 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情绪 所以自己才要找一个异性朋友诉苦 排解心中的不满 但是这些看似无比诚恳的话 又则会动摇已经被伤透的王先生 问问你 你自己在家 还有一个男人 你能在家里干嘛 但凡能正常沟通 你稍微能关心我一下 我也不至于这样 真的 我我我逼你去 这不是我的原因 这是你的原因 我逼你去触碰人性的底线吗 那就是你逼的呀 你要但凡多关心我一点 我就不至于会这样 逼的你 你的道德在哪 想有个人能听我 所以 你此时的态度很明显就表明 当时是可能会发生什么 只不过是因为丈夫回来的早 没能发生 我觉得是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 就是犯错 然后 真的只一时冲动 也没有发生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 但是你要是 是可以原谅 王先生知道自己的家境并不好 所以在于李女士结婚以后辛勤工作 任劳任怨 面对李女士的要求 基本上是百依百顺 生怕惹得李女士不高兴 但即便是这样的付出 换来的却还是一段失败的婚姻 王先生想不明白 这段感情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而当想起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也要一同为他们失败的婚姻买单 实在忍不住在台上流下了眼泪 我也想让孩子跟亲妈亲妈一起 我每次遇见孩子的时候 看到孩子和自己的爸妈在一块 我心里不难受 我也想让自己女儿好 我也希望有人对她好 我也想让她有一个完成的家 我也想让自己的生活不是一笔鸡毛 善良的王先生又何尝不清楚 一个破碎的家庭会给孩子带来怎么样的心理阴影 特别是每当年仅两岁的女儿哭着要找妈妈的时候 自己的心中又是何等的煎熬 王先生曾经想为了年幼的女儿忍辱负重 找到前妻复婚 可是换来的却是一句滚开 而如今后悔了的前妻竟主动提出想要复婚 这让王先生伤透的心无法原谅 我忍不了 你在监踏我的孙爷 这是我的底线 我忍不了 所以说 我不会跟你复婚的 不可能 那如果说 我真的 愿意就是和以前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真的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我到这个地步 能不能给我一次 就是我们重新 哪怕是就像刚开始我们认识的那个时候 就再相处一段时间可以吗 王先生的决心坚定不移 对此 李女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他放下了曾经的傲慢与自尊 王先生深知李女士的品性 对于他此刻在众人面前的承诺 他心中明白那不过是口头上说说 而他根本无力实现 更何况 他与小柔即将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因此 无论李女士如何巧言令色 王先生都未曾有过一丝回头的念头 而接下来 李女士所提出的复婚理由 直接颠覆大家的想象 为什么要复婚呢 其实 就我们离婚的这一年多 也有一些就是还不错的男士 我们也相处过 但其实 说实话 都没有我前夫要 对我好 这说实话 并且 我其实也 不想跟家里再有过多的经济 我也不好意思再要钱了 我也想 想重新 就是我们组建一个正常的家庭 也给欣欣一个正常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的陪伴 不是刚才我没有听错吧 你刚刚说了两点 第一点是 其他的男人 你觉得都没有他对你好 所以说你还想得到他对你的好 第二是 你不想再让更多的经济 通过家里人要 那换而言之 就是你希望老公继续养 对于要复婚的理由 李女士给出的解释 竟是如此荒唐 就连主持人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说白了 李女士就是见不得 如今的王先生过得比他好 更见不得王先生 要与小楼步入婚姻的殿堂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李女士在离婚后 交往过众多异性 到头来 她发现 还是前夫才是最好的 那张长期饭票 本性难以 晚上你有没有想过 他今天会是这个目的 我没想到 打死我都想不到 我不知道他在 打什么算盘 这根本不是他 我 你究竟在 打什么算盘 想什么阴招 我真的是为了先前 我想让我们 回到之前那个状态 我们有什么话 可以好好沟通 但我不希望 你是看不得我好了 面对李女士的辩解 眼见王先生 根本不吃这一套 于是狗急跳墙的他 竟然瞬间又将矛头 指向了小柔 李女士竟然 恬不知耻地奉劝小柔 不要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眼前看到了 我们是有感情的 他对你只是一时冲动 我们才是真正的爱情 你知道吗 我们四年的相处 你是觉得你们刚才 怎么吵的 我是不知道吗 我是没看到 行李之间都会吵架 我们虽然分手 但是我们的相处方式 可能有问题 但那都是我们 发自肺腑的一些 和你不一样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们的吵架 是带有感情的吗 还是是为了你们好 而吵架的吗 我现在确定告诉你 不可能 为什么 面对曾经出轨 还大言不惭来 指责自己献女友 小柔的李女士 王先生真的是 气不打一出来 正要开口 为自己女友反击时 小柔这事 却自己站了出来 她要捍卫 如今来之不易的感情 更要说出自己心中 早已压抑已久的话 好 听小柔怎么说 我觉得你现在道不道歉 其实都无所谓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已经有了新的生活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们接回 不可能 你出轨了 你还好意思在这里求复婚 我没有出轨 你还在狡辩 我没有出轨 你不要随先 那按你的说话 那按你的说话 她也是婚内出轨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还是不确定 目睹李女士 在此地无理取闹 甚至言语重伤 自己的女朋友 王先生心中的怒火 瞬间被点燃 他毫不犹豫地 牵起女友的手 准备愤然离去 然而 在各位导师的耐心劝解下 他们二人终究压下了 心中的怒火 重返现场 至于王先生 对李女士复婚的请求 其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呢 讲那样 说我们俩离婚了 我就希望你 过得一定比我不好 我只是觉得 两个人 既然过不下去 那就分开各自安好 我不管你当仇人 我们有共同的女儿 你有探视权 我随时欢迎你来看 看信息 我随时欢迎你 但是我真的真的不希望 你再来干涉我的生活 王先生终究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前妻的恳求 或许是因为前妻过去的种种行径 已让他心灰意冷 又或许是因为与小柔相伴后 他对未来家庭生活充满了信心 坚信能够为女儿提供一个完整的母爱 无论何种原因 王先生都不愿再将那段错误的婚姻继续纠缠下去 即便前妻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他也毅然决然地维持着自己的决定 此刻的李女士恐怕常载都毁清了 当初是他自己选择了离开丈夫和女儿 对于前夫的求和也曾无动于衷 如今风水轮流转 他也尝到了被前夫拒绝的滋味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 后悔也无法挽回 他只能面对这无法改变的现实 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看完这个故事后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